今天會有,基本上會有包場 所以張老闆他剛剛去住完外面的外櫃 又回來馬上做這一場 他特別的請他們的員工晚上加班 幫我們把這個場地整理好 讓大家可以在這過程中去享受 等一下在用餐的過程中 大家可以去盡興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很難得 那我想我們應該先給他們工作人員一個熱烈的掌聲 那當然呢 大家都知道我的廢話就比較多 雖然我比較內向 但是基本上就是OK 重點是什麼,我們後續還有一些活動 因為今天,除非大家後續 就是學不夠 因為我知道今天來的三十位貴賓裡面 有十位是 大概接近百分之四十 是上一次第一場參加 馬上報名第二場的 所以這場有點像回饋場 那加上今天這一場 我們今天張老闆很用心 我們等一下在甜點的部分 他特別在請到另外一個甜點主廚 過來為大家準備 所以今天 今天的甜點一定要看得到有火就對了 這絕對是有的 所以我知道一件事情 我剛剛講的那一條件 他今天根本就是賠本座 所以如果他賠本座 我們是不是給他一顆粘的掌聲 有沒有 整個都沒有駕到 那我們熱情的掌聲 所以大家還蠻不熱情的 重點是好玩 那等一下 我們今天的主要的內容 會教大家 我覺得最棒的是 除了肉的烹飪之外 更棒的是sauce的部分 因為很多人在做餐點 最後他最難的是什麼 就是那個sauce 那 除了想用餐點之外 不要忘記 今天我們在做 有很多很好的朋友 都是我自己的好朋友的好朋友 或是 本身就是在傳統 我覺得都蠻有一些 優勢 大家可以交流認識 像我剛剛 我們這邊有 後來進來的那位 就是很漂亮的 民宿老闆娘有沒有 所以大家找民宿 會找該位 穿個盒子衣服的 然後呢 等一下大家又有機會去認識 然後呢 我的助理還沒來 我這個 還有一個女孩子的助理 他等一下過來幫忙 後面還有一個 Ruby Ruby小姐 她是我的學妹 她是很棒的美髮設計師 她現在很低調 對對對 然後她旁邊在旁邊 這位好朋友 她是那個 科技業的副理這樣 管理要擺的技術員 然後她 最喜歡跟你講科技 然後呢 在那個 後面呢 還有那個 智能哥 現在拿著相機 等一下看一下 他們是全台灣 最大的 輕魚的 進口商 經銷商 今年近幾噸 1700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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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0噸的 輕魚 什麼概念 反正就是很大 一台大 大卡車 也不過3.5噸而已 所以1700噸 有多少的輕魚 這樣 所以呢 它的輕魚很好吃 就是喔 像我們都會跟它團狗 那 他們那一天還 每個人都送一條 這樣子 但是我其實 我喜歡在張明人家吃 因為他都幫我接團 哈哈 所以我們都去VIP了 然後 這邊 雖然條文呢 這位叫易陽 他們家是做那個 雞肉的肉商 所以南部有很多 早午餐啊 然後 早午餐店啊 那個肉類 都找他們訂 所以我認識他之前 我都吃飯一飯 可是他之後就沒有飯吃 都是肉 這樣理解喔 所以要找好的肉 的話可以找他 然後 還有朋友 姓碧 他們家做這個 做這個 第一個 他們跟那個 原國養 那個 米美 那個關係 一切之外 他們家本身做這個通常 這樣子 然後 會做產大 像我們台南最近 那個 之前那個副市長 還有選舉那個 形象搭配就是這樣 他是他形象顧問這樣子 所以 後續我們有些很好玩的活動 大家可以交流 那後面還有一個 艾佳姐 艾佳老師喔 他在1月14號 會開那個 年快討論課 所以我進去 還可以找他 那我們前面還有那個 我們的資深職能治療師 美姿姐 所以呢 這個感覺很專業對不對 那我也不知道怎麼解釋 所以有空 我們再去訪問他 然後後面還有我們Terry 我們後面還有兩位Terry 一位是 我覺得在商業方面 就本身就很傑出他 他接這個家族事業的部分 做這個國際的行銷 有Terry White 跟Terry 那另外一位Terry 除了事業做得很好之外呢 還在大學 有在任教這樣 寶徒師書 等一下他一講話 你就知道他是誰 對 因為真的太有內容這樣 好 那 我要講什麼 對 因為今天的活動 等一下 我會交給張老闆來為大家表演嘛 那這樣之前我會先跟大家工商時間 跟大家講喔 就是說 呃 今天有參加到我們 呃 主主分享會的朋友呢 我們也很歡迎你們 我們在星期六的時候 我們下午兩點 我會在無緣辦一場大野餐 那Dress code呢 你們隨便穿 好看 可以拍照就好 大家看過我野餐就知道 我們的器具很強 嗯 所以我曾經辦那個野餐 我的朋友想來參加 他在高雄 一買了車票 正準備搭火車 看到我直播 他就把車票拿去退掉 就回家了 這樣子 不敢 因為他那天隨便穿 然後發現我一直播 天哪怎麼大家都那麼好看 這樣子 因為我怕說 我們東西弄太強 結果 對 這樣拍照有點可惜 你要嘛就是穿很好看 或是你覺得 也可以來拍個照做紀念 要嘛去乾脆不要穿 秀六塊幾 我等一下會給大家看那個飯盆 這樣子 所以禮拜六下午兩點八夜餐 我們那個也是邀請吃的 所以有興趣的話 等一下可以登記 因為一個大人出席三百塊 那小孩子在那個地方 那基本上 因為無緣蠻大的 很多人都是放小孩子在那邊跑來跑去的 所以 就可以放鬆這樣子 那我們今天準備很多很棒的食物 還有酒這樣子 可以 到時候可以來 我以為是我的助理 如果是我的助理 如果是我的助理要跟大家特別介紹 等一下會有可能 正妹 很年輕 八十五年四 他主要的工作 我專門做真心社務 就是兩個 所以如果我老公不回家 你就找他 他肯定當你食物到一定滿意 絕對是欺利子善 這樣子 當然除了 禮拜六下午兩點的大夜餐之外 接下來呢 我們在 下一個活動 下一個活動 有點忘記 我們派一個餐 是吧 好像派一個活動 那我忘記 那我想起來再跟大家說 就是下禮拜 這禮拜六下午兩點 然後另外一個是 下個星期四呢 晚上七點 我們會全部到 黑火山吃晚餐 那黑火山披薩這間店 剛好是我學弟拍的 我就要很優先 他的那個麵盒 用全日本最好的麵盒 那他那些效果都養得非常的好 然後他在烤這個披薩的時候 他的這個爐子 是拿玻璃 傳譯回來台灣的 他拿那個 羅馬小披薩的認證製造 所以他是一間 在台南非常專業的店家 這樣的披薩 在海北 如果你再吃大概一片是 五百塊 再加一口 對不對 就是 但是在南部 居然 一片大概平均 大概在兩百左右 兩百上下 所以 他的 各方面的口味 都做得非常的倒立 他是類似日式的 Pizza巨蟹 這樣子 所以我們下禮拜四晚上 七點會在黑火山 那 特別推薦的是 他的那個 巧克力珍果Pizza 適合當甜點 然後我會跟那個老闆講 對 我上次自己有買 他更大的香草皮去 夾在那個 Pizza裡面 我覺得味道超讚 所以呢 我們下禮拜四晚上 七點也是一個 最惡的夜魂 這樣子 好 那我想呢 當然今天很重要的時間 就是要交給我們的張老闆 那其實我覺得 從我看到他的角度 他 幫然極鑊不遜 幫蕩不羈啊 他非常的優秀 而且他是我們那個 台南那個 陳大商圈的理事長 所以其實本身做的活動 非常的多 像陳大剛結束那個 萬聖節活動 所以他在策劃很多的活動 很用心之外 那他很喜歡分享 那更重要的是 我每次從他的餐位當中 又學到很多的 Pomberman技巧跟知識這樣子 所以我想 接下來 等一下如果大家有興趣 一樣會有互動 那你如果說 這個對於Pomberman好奇 需要什麼 小技巧 Tips 你互動看張老闆 我覺得這個是 仿真是朋友之間的 一個聚會跟互動 那我們接下來要 介紹大家我們 熱烈掌聲時間 把最少的時間